5月16日,永儿李一朗一同出席国美电器活动,两人还现场送上了自己的新歌。李一朗笑说,当天唱的歌是第一次公开演唱,虽然唱错了很多词,好在大家从没听过,自己也就蒙混过关了。 他会比较,会有研究多些,因为那些版本是出得很新,电话方面,你当然要看一下,譬如DTV机,现在知道有点耐热,或者可以即时烧DVD,最后我光顺了他买了一部,都挺好的,因为他帮我研究过很多部,推荐过很多部,最后我选了一部,27吋的电视。 好朋友,一个是王维一,另外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就是Sun Boys的那一个Steven,他写这个曲给我的,只是写得蛮好,所以我唱的时候也蛮感动,今天是我第一次唱,所以歌词方面其实有很多都是错词, 可是因为是第一次,歌迷们都不知道,所以就过关。 《新工作者十日谈》中的李一朗,可以说是突破了以往的尺度,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片中他饰演了一个人妖的角色,妩媚的模样,分裂的人格,就连他的家人都差点没有认出他来呢。 会有一部电影像就是那个新工作者十日谈,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在里面我是一个人妖,其实我的午夜墙已经开始播了,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家人都去看过, 他看过的时候,他在很夜的时候,很晚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就是他们说,弟弟你想怎么样,到底你想做男的还是女的? 因为他们说,如果不是哪一个电影最后有这个写着李一郎就是哪一个周一就是哪个人妖的时候,他们就是真的不认得我就是哪个人妖,所以说其实那部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希望大家多支持, 因为我觉得那一次我也蛮满意的,因为对那个角色的那个难度也蛮高,所以我自己都满意自己的表现。